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皇家護衛隊啦 那今天要說我們日本存片時間的這個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的話 上一次基本上我們影片啦 不知道是不是上一次 反正我們就是那個在錄存片影片之前的這個影片的話 我們是有抽到我們這邊的這個 維金戰雄啦 然後我們已經是四隻的這個S級的這個角色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繼續挑戰我們這邊的這個 而主線關卡能夠打到哪裡喔 目前來說這個我們這個日本的這個存片時間的話 應該都會以這個 以這個什麼 以我們這個 通關我們這個主線關卡為主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究竟能夠抵達哪裡啊 搞不好我們今天的這個 今天我們這個關卡之旅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搞不好我這邊打沒幾關 我們這邊就直接爆開了 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現在已經有四隻的這個S級英雄了 應該是ok 而且我這邊的這個小丑啊 已經是這個二星的這個階段了 再一個星的話應該就ok了 然後我們這邊的這個 維金戰雄應該也是頂不賴的嗎 我覺得 畢竟人家還是一隻這個S級的這個 這個英雄嘛 應該也還算是不錯喔 不過不知道那個什麼啊 不知道是不是還是我們那個 本來那個大熊熊 又甜甜圈那隻會比較好 不知道 反正我目前來說就是 只要有這個S級的這個英雄就放上去了 因為那個S級的英雄的話 他是比較不吃那個啊 不吃我們這邊的這個裝備的額外的效果 所以我們是可以把這個裝備的部分 都給我們這邊的這個 小丑跟這個超載的這個 雙馬尾的這個激光炮妹子喔 應該是ok的 不過只能說這款遊戲真的 低猛的 那我們就趕快先把我們這邊的這個關卡 往後打一點點看一下 究竟能在到哪裡喔 因為我們目前來說就是 事實上在玩的時候我都是把那個啊 就是體力都拿去給就是 美日的那個巡邏了 呵呵 都一直給他巡邏下去這樣子 但這款真的很誇張耶 就真的是沒有玩很久 我覺得我玩的比那個就是 超級小隊還要就是 還要少 就是比較晚玩啦 但是我覺得這拿到的東西 應該已經超過那個 超級小隊的這個環節了 我覺得我現在應該已經 猛到一個有點 有點有點逆害的感覺 應該可以刷到蠻後面的喔 而且我自己蠻喜歡他的這個 加速環節啦 真的有加速就贏一半了你知道嗎 這速度超級無敵快 你看 狂刷猛刷兩倍數 他如果能夠再往上開更高倍數的話 就更爽了 但是感覺應該是沒有 因為這個的話 我覺得他主要來說 就是可以給你讓他開加速的 另外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比較 能夠就是 有點像是比較養成系列的遊戲啦 因為我這個 目前玩到現在 我都沒有就自己用手去超過 你知道嗎 我都是直接就是掛著 讓他們直接直接在那邊爽 讓他們直接掛著 然後他們就會幫我做很多事情了 有沒有 就培育好我們這邊的小丑跟這個 雙馬尾妹子 就很ok了 你看這個牌 刷爛耶 這牌就是 爽爽給他刷集起來 然後我們現在比較尷尬的就是 我們現在的這個補師啊 這個奶牛啊 奶牛的話他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感覺他的這個補量沒到很大 但是他是全體補啦 全體補的話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不會讓你就是 過多的那麽過爽 然後他一定要補就是有護盾的角色 所以他們一定 他一定會先幫忙上一下這個 護盾 這是好處也是壞處耶 因為如果再就是打一些比較麻煩的關卡 我們這邊護盾被打到沒有了 那他又沒有就是剛好有時間幫他補上 補上這個護盾的話 那我們好像就會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被弄一波耶 就是被弄掉了 就剛好就直接被就是對面直接刷爛這樣子 ok 繼續超載環節 全部給他弄起來 然後這邊給他這個 剩一下我們這個雙馬尾妹妹 然後這邊也是剩一下超載環節 我現在主要來說我都是靠 後面這兩隻小丑跟這個 雙馬尾妹子在扁 我就靠他們這兩隻在扁 他們都主要的輸出手了 你看這樣把我們這個小丑點完之後 這些敵人基本上很難靠近我們這個 騎兵一步啊有沒有 無法越我們的雷石半步 我們這邊直接爽爽 但這種BOSS就不太一樣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你看有沒有這就是奶牛的缺點 奶牛這邊的話感覺就沒有到 很快可以補起來了 但好險我們這邊的這個騎兵扛住了 這騎兵我也不知道究竟 逆不厲害欸 不過如果就是他們兩款遊戲 那麽相近的話 所以這個騎兵這樣給我的感覺 也有可能應該就是我們 就是那個 超級小隊的那個SGGGG的那個 巫妖王了喔 感覺就是這個樣子喔 我覺得 喔 培育射手 可以 應該可以 現在下一隻就是先把那個 奶牛先升級起來吧 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兩隻SGG的這個 超大手 已經也要先給他滿起來 沒啥好說的 對阿 他的這個回復這個護盾 是輸出其實也還不會輸到很慢 但是他這個 大家的這個補血的能力真的太慢了 然後現在應該這些是那個欸 已經是那個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超級小隊的那個沙漠關了 這邊是那個會復活的那隻 那個那個猛獸 有沒有OK 繼續走起 我覺得感覺可以耶 我們現在 應該刷的很OK喔 所以這個的二十幾關就差不多等於是那個 超級小隊這個二十幾關嘛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超級小隊基本上已經卡在這二十幾關很久一段時間了 我們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可以就是用我們這款遊戲超過他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喔我覺得 超過一下超過一下應該是可以 沒問題喔 因為我覺得目前來說他們剛剛都沒有辦法 就是很順利的刷過來的話 我們應該是蠻爽的 但是就要先把這個 小丑跟這個雙馬尾這個妹子的這個 招式跟能力都先給他弄起來啊 一定要弄起來不然會有點 有點有點麻煩 你可以喔 吃一下我們這邊的卡牌了你們 吃我們的卡牌 再見世界 奶牛奶牛繼續 奶牛走起 可以看 但因為那個什麼奶牛這邊另外一個就是 還還可以的地方就是 他也會有那個啦好不好 他也會有那個 欸 範圍傷害啊 所以他也是打一個大範圍的這種 這對我們這隊伍來說的話還算是蠻爽的 因為我們這邊超大範圍傷害就是那個 小丑的這個卡牌 所以我們這整隊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範圍隊啦 我覺得還算是ok喔 範圍隊 範圍隊大師 可是我們現在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升欸 我是希望可以先讓我先把那個小丑升級起來 不然如果先單身那個誰啊 單身我們那個雙馬尾的那個妹子的話 好像也是會蠻恐怖的 對 這個 現在把我們這邊的這個 超載鏡都先給他弄起來 然後這邊流血 流血就是給小丑升攻擊 升東西的這些的 然後升一下核心鞋子 但是我們的小丑 沒有等級啊 哭了 喔 豬龍草 看你要困誰 他們揍一下基本上都會直接把我們的護盾揍爛欸 很恐怖欸 對啊 怎麼會這麼恐怖啊 那個boss現在真的是 打在我們那個坦克身上真的是 那個讓我都很心寒欸 我只能說就是我有心 心臟會抖一下 尤其是我們這邊坦克感覺都快扛不住了你知道嗎 可是蠻需要再多一點點坦克啦 但我不知道這遊戲他會不會跟就是 跟超級小隊一樣後面會出那個寵物 還是其實已經出了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們現在感覺好像還沒玩到 就是非常非常後面這樣子 然後我應該也是在一個比較後面的一個伺服器吧 因為我感覺我們這邊的這個 大家的戰力好像都差不多 沒有就是到非常非常爆棚的 但是這款遊戲蠻多人在 就是這邊的留言區蠻多人在討論的 所以應該 不至於就是沒有那麼多課金大佬 感覺這種遊戲如果 課金大佬用出來的話應該還是蠻爽的 但我現在玩起來我是真的 完全不需要課金的你知道嗎 這款遊戲根本不需要花錢 這款遊戲玩的真的很輕鬆喔各位 我什麼我什麼都沒幹 我就直接拿到這麼多隻的這個S級的英雄 有啦我有幹啦 我就是每天乖乖的就是把他這邊的任務都解一解 然後活動都有參與這樣子 就很爽 看我們這邊的這個 奇兵好像真的有點小料喔 這樣還行喔 但都不會被射穿欸 他是本身就有一些什麼那個加成的能力 這我沒有去看過 好先把我們的這個雙馬尾妹子 先給他升高等啦各位 這22張看起來也是沒啥問題 但感覺好像 有種就是怪物很變比較硬的感覺囉 就我們沒有那麼好的這個刷囉 也跟我們這個小丑可能還沒有升到一個 滿街也有關係的感覺 好先升雙馬尾妹子滿街 雙馬尾妹妹滿街 然後下一隻就是我們的小丑滿街 然後我們也可以再去弄一下 我們這個戰役的這個部分 升級就是那個 就是往上 就是每一隊升級MAX的話 就會有那個比較高的這個能力的 喔 扛不扛得住 誒誒誒誒誒誒加油喔 啊 完了他掛了 哇掛了掛了 完了GG 沒有要這麼快就 這麼快的嗎 我原本想說哎呦應該也可以再 完了 這好像有點快欸 跟我自己想像中有點快 沒想到我們到22張好像又止步了各位 兩款都是在22張阿 然後 這邊不復活的原因是因為你復活的話 你就沒辦法拿到那個 你就沒辦法拿到我們就是那個 你復活的話就沒辦法拿到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三星人 所以 就盡量不要復活 但看起來這邊的話 要再打贏後面這幾隻這幾波的話 好像是 比較偏難的唷 好像是比較偏難的唷 要被射死了喔 我們的狐娘 完了 奇蹟啦 怎麼這麼快阿 原本想說最遠能夠撐到哪裡 結果沒想到這麼快就結束了耶 看起來這遊戲你看 給的很多但還是頂難各位 奇蹟囉 掰掰 完蛋完蛋 直接要被清台啦各位 太扯了太扯了 哇 你看 要被射爛了 欸很難欸說真的 但是東西是給的還蠻多的阿 我也想說如果他沒給這麼多東西的話 我們到底 要怎麼打贏阿 對不對 他應該就永遠通關不了了吧對不對 哈哈 Y 嗯 哦 乎